我曾经在胭脂马身上 看到了过去的浮沫 我却反复地告诉自己 你不是他 所以我不能接受你 其实是良心告诉我 我已经害了一个女人 我不能再害另外一个 我告诉我自己 只做那个美梦的守护神 因为我害怕失去你 害怕我的心再一次破碎 你以为只有你才害怕失去了 爆炸以后发生了很多事情 我以为你已经死了 为了给你和我爹报仇 我拼命地练功练枪 接近满天心 就是为了永昭一日 我可以亲手杀了满天心和薛红狼 你知道 我在修林城刚见到你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心情 我恨不得一下子就碰到你的怀里 紧紧地抱着你 再也不能辞去你 再也不能辞去你 我努力地控制对你的思念 我想远远地看着你 可是我还是忍不住想要知道你的一切 就算你觉得我便有用心 从头到尾躲着我 但是只要能看见你 我就满足了 父母 我们已经浪费了六年的时光 现在好了 有了解放军大家庭 妈父母 要好好和皇一妃过日子 你要保护我一辈子 总之你是姑奶奶我的人 你就是跑到天涯海角 我要跟你寸步不离 不是 你怎么说着说着 你又变成烟之马了 我不是说你啊 你看你以前多好 轻声细语的 现在怎么 你怎么 你怎么还从来这么解释到 你放手 疼 我问你 你觉得 是以前的我好看呢 还是现在的我好看啊 啊 啊 什么 不是 哪有这样夸自己的 快说 我是觉得吧 以前的你 很美 现在的你 更美 算你会说话 啊 星尔 啊 啊 夫人 来来来来 你坐你坐 嗯 你用这个 啊 对了 我现在 应该改口叫团座 想忙您栽培 遵照您的安排争取 早日当上正团长 怎么样 在这儿住的还习惯吗 比我以前是没法比啊 不过以前都成了以前了 还真要谢谢张总司令 也谢谢夫人 要不然还真就烦不过山来了 那马团长那里的情况 还要 兴隐你多费心呢 你是说马天河的心思 团座真不愧为袖 我才 哪里哪里 夫人 马天河其人呢 依我看 九立航武 军界江湖两胯 将隔岸关火又难耐寂寞 只不过我是出石庐山 尚未溃到真容嘛 副团座果真动若关火 我们共襄大业 有您相助 我们张总司令就无卧榻之策的忧虑了 我也算是遇上了张总司令和夫人这样的民主 定党接力 只要按计划让马天河就范 将来西北军的司令非您莫属 多谢党国的器重 能圆我做西北王的宏愿 副团座 如您所说 马天河老奸俱华 久经战阵 政治倾向不明 他让你找来燕之马和黄一飞 就不是好兆头 所言极实 依我看这件事要这么办 说说看 谢好 少长好 算算算算 不会进了也别进了 咱们爷们用不着这些穷奖就 把昨天咱们逮的那两个人提出来 我绳绳 那俩人被刘副官带走好一阵子了 刘副官 带走了 刘副官说是团长的意思 还说什么了 没说什么 我们也不敢问呢 报告 进来 团座 任务带来了 前进 你去外边盯着点 别让其他人进来 是 你们要见我啊 好啊 说吧 什么事 我还能干什么 劝你投诚呗 口气不小啊 你还嫩了点吧 考虑眼下的局面 张世光 金腾兰他们现在是 垂死挣扎 苟延残喘 整天的嘴里空喊着什么 反攻救国 可是你看看他们现在 自己连窝都没有了 抢了富翁的胭脂债 又需给你枪炮 让你去当炮灰 张世光想算计老子 他还不够资格 叔叔 就算张世光 真的不是您的对手 但是您想想 我们军人打仗 是为了什么 不就是为了天下太平 百姓不再受苦 咱们当个人民的功臣 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已经成立了 希望您走上 这条光明大道 做个明白人 我和富翁期望着 叔叔的明智选择 王一飞 你真没有白当 解放军秦郎大队长啊 跟老子讲起大道理来了 行 我可以不跟你讲大道理 因为你是福盟的叔叔 你投不投诚 人民政府暂且不论 但是你一定要离开张世光 这个人 他会把你推上悬崖绝壁的 行了 轮得着你 指挥老子吗 黄一飞 你别乱来 你别说话 马天河 我看你是福盟的叔叔 才好心地劝告你 你还移老卖老 我把号放在这儿 今天你走也得走 不走也得走 跟老子玩横的 好啊 我今天要看看 你怎么把老子弄走 好啊 哎 哎 星爷 您不能进 什么人都能跟我这儿指手画脚吗 滚开 嗯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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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长 大白天您就一个人闷在屋里头 您没出去走走吗 我还没问你呢 弄出这么大的动静 你这是当我死了吗 我哪敢呢 不敢 不敢就给我滚出去 对 是这样 我刚才看见了张总司定 他对那两个刚抓来的嘎兔崽子挺感兴趣 所以我就想啊 他想要人的话 让他自己来 轮得着你带画吗 北斗啊 你既然投了我的马家军 你就要时刻给我记住 我 我才是马家军的大哥 你不要一口一个张司令张司令的 我听着心烦 就算是老蒋来了 他又能把我怎么样啊 对 你说得对 你是我们的大哥 还有 那两个家伙你就不用管了 我审完了自然会拉出去毙了 你就不用多问了 毙了 毙了 不毙了 我还留着给你借花献佛吗 看你说的 那两个哪是什么花人呢 就是我的仇人 毙了好 就应该毙了 哎 哎 团长 这个衣柜 里边装的什么呀 衣柜里除了装衣服 还能装什么呢 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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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 打包一刀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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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别动 你 去兴寨呢 把枪都给我放下 我走了 大哥 你别生气 也别怪我 你的胸怀广阔 一泊云天跟官二爷一模一样 这兄弟们心里都很清楚 但是我怕呀 我怕那些萧萧利用你的宅心仁厚 那两个兔崽子明摆着就是解放军 咱们爱解放军的打还少吗 你可千万不要一时糊涂放虎归山 一害无穷啊 恐怕到时候咱们兄弟的地盘就越来越小 手下的弟兄越来越少 那真叫一朝七措满盘皆数 使亲者痛使仇者快呀 大哥 团组 从来没有人敢这么对你 您要是想稀释宁人 我第一个不答应 不稀释宁人 行 大哥 如果你还生我的气 你就在这儿用我的枪当着我的兄弟 把我一枪毙了 我连眉头都不会扎一下 北斗啊 咱们现在是在一条船上 船沉了对谁都没好处 你呢 收拾你的气眼吧 刘副官 把墙收起来 你去跟张世光说 架子摆得够久了 该会回面了 金特派员就免了 军统圈子里的人 贼鬼阴毒 与马某扛墙打仗不同路 军统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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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两个 出来吧 刘副官 到 把他们两个拉出去毕了 是 叔叔 刘副官 赶紧把他们两个带出去 我不想再看见他们两个 别动 你 走 别冲动 我的意思基本就是这样 张司令用马天河做榜样 效果十分显著 现在本省的土匪 都在向咱们地区运动 有的还派人传来帖子 土匪缺腔少粮 又不愿意放弃 杀人放火 自由自在地逍遥日子 所以咱们就是他们的爷 这恐怕会引起解放军的注意 这些土匪都是钻地鼠 解放军 在沙漠作战 又缺乏经验 而且我们会让马天河去攻秀林 牵制秦郎大队 咱们的武器 对各路土匪就是一记抢心针 他们会活出性命的 张总司令 马天河果然要包皮那两个宰娃子 苗头不对 必须防范 张总司令 看来马天河一心已经显露 他要成了解放军的内应 那咱们可是大祸临头啊 马天河煞费苦心保存实力 他是为了什么呢 我看还得拭目以待 我现在要试他一试 那可得要小心啊 报告团长 他们有消息送出吗 没有 除了第一次那个投诚的送来消息 再没啥了 马天河呢 也没啥 他的队伍大部分都驻扎在 胭脂寨外面 看来黄一飞做了工作 马天河留了一手 有马天河在 一飞木兰 暂时是安全的 关键是张时光下一步的动向 我想张时光 会不会再打绣林的主意 从黄一飞传出的情报来看 他是贼心不死 应该会拉上马天河系绣林 炫耀实力 好向他的台湾主子邀功 我们现在筹备 两方面作战安排 一方面给习绣林的敌人 迎头痛击 另一方面 配合黄一飞围歼张时光 再不能让他跑掉了 团长 不知任务吧 承报首长 全员备战 做好两线作战准备 是 是 他们在于是吧 别管那么多 一会赶紧走 团长那俩好过日子 怎么回事 这枪都是新的 难不成你的宅子便去了军火库 很有可能 我去看看 你在这儿等我 你想干什么 算了 咱们等等他 追 在那儿呢 是 追 追 快 来 快 这不熟悉 跟我走 好 去哪儿 是 快 前面的出口就可以下山 段龙蛇放下来 谁也出不去 快 快 怎么回事 段龙蛇出了问题 咱们谁也出不去了 你快走 我不走 你不走 两个人都站在里面了 快 我会找人来救你的 快 你把军火库 还有张世光 可能袭击秀灵的事 汇报给老周 我会找人来救你的 快 小子 我逮着你了 我逮着你了 黄一飞 张世光 还有金老师 大家都是老熟人啊 不愧是秦郎大队长 真是无所畏惧 算你说对了 老子 是孙悟空 专往你肚子里钻 恰恰算算 看你有什么手死 你让他狂 除了他 那个胭脂马呢 跑了 顺着那个暗道 跑了 好 防不胜防吧 那你们还不赶紧投降吗 笑话 既然到这儿了 不如在我这儿做做客 副团长 好好款待 明白 咽下 走 是孙悟空 你现在的意见 看来我们的计划 必须得提前吧 是孙悟空 好 好 感谢观看 这件事情 你是不是应该跟张世光禀报啊 找我来干什么呀 我有点奇怪 他不枪毙了吗 又诈尸了 你呀 不是我说你 这么大的事情 你得赶快展开调查呀 你找我有什么用啊 这是你的职责所在 不要在这儿下担抚功夫 团座说得对 我最担心的吧 是咱们这里有内鬼 要不然这被枪毙的人 怎么转眼又活了 听你这意思 你摸到那个内鬼了 眼下还不知道 但我会让他说出来 请稍等片刻 告诉我们 你是怎么 他起死回生的 嗯 要我颜下老子先把你送上断头台 再去报道 骂子 灭浪 打他 带了 这小子有点意思 那你就在这儿接了什么 等有了结果 你还是去告诉我 我大爷很想知道 这个内鬼到底是谁呀 这个满天星才是 咱们身边的内鬼 全是张世光下的套 团座 也怪这个黄亦菲 看见运枪就扑上去了 拦不住 结果让满天星给抓了 伏蒙这丫头跑出去了 我想肯定是黄亦菲断头 那 那现在 情况很紧急 接下来不管解放军 对张世光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他们都会拿黄亦菲做筹码 那我们怎么办 咱得当机立断救黄亦菲 准备协动 是 不用 不用那么麻烦 团座 你要想救人 你直接跟我要就是了 你是我的老大妈 何必动枪动炮呢 北斗啊 你鬼影似的跟着我 你什么意思啊 再装就没意思了啊 那我就把话挑开了吧 你既然到了张司令帐前 就别再同床异梦 张总司令带大家杀出一条血路 让大家胜贯发财 任何人不得从中若港 包括团长你 北斗团父 你跟老子玩大小王啊 你在这儿敲山镇虎 不敢不敢不敢 你是明白人 哪头轻哪头重仔细掂量 想明白的再说 看着 站住 满天星 你敢以下犯上 你个土匪医 敬酒不吃吃罚酒 这两个解放军 就是他敬手放走的 给你留了面子 这事没撕开的说 想不到 他自己不值死货 你身边倒也清静了 拉出去买的 你慢慢考虑 好好休息 我和张总司令 约了谈点事 谈完了事 我来看 来 来 来 张总司令 幸亏你神迹妙算 限生夺人利用黄一飞 让这马天河暴露出真实的面目 要不然以这老家伙在军中的威望 咱们想名正言上干掉他 还真不容易 你文质武功样样都比马天河强 所以有什么功劳 有什么升迁都是你应得的 太客气了 不过有一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啊 但说无妨 其实我早就看出来这马天河有异心 咱们现在是不是又除了这个内患 烧安勿躁顺势而为 现在这里已经不安全了 让他马哥果实不缺机会 你思虑万全 保住军火才是我们头等大事 这是我们称霸西北的本钱哪 好 一切听张总司令的安排 你要争取主动 方可化不利为有利 立功修理 你认督战队长 让马家军先打个头阵 张总司令 你就放心吧 黄一飞倒是真的 先留留 说不定他回头还是我的一张好牌 我明白 我不能在这儿 黄一飞他 朱镜很危险 他又危险 我来同志 这我很清楚 你受了那么多折磨 现在身体很虚弱 需要安心静养 慢慢说 黄一飞动员我叔叔 来投诚 张世光的军火库已经转移到燕之寨了 我估计可能是要进返在绣林 打绣林 继续说 张世光偷袭 将战拉燕之寨 不知姐妹们的情况怎么样 团长 赶紧围剿张世光吧 张世光控有偌大的军火库 但要进攻秀林 他缺少兵员 那这仗就好打了 不对 他一定会利用马天河和各路散匪当炮灰 周团长 你分析得很对 只要有黄一飞在 我叔叔他肯定不会不识大局 上张世光的当 我建议为是绣林免受袭绕 咱们最好 再离绣林较远的地段射服 打阻击 团长 他说的有道理 下命令吧 赵富贵 你先带人到燕之寨外围埋伏 是 占燕之寨必占黄村 我估计张世光已经 在打黄村的主意 所以咱们的人 要兵分两路 才能把张世光堵住掐死 合作者 起来 走 看什么看 走 叔叔 怎么回事 走 你看 我军在大西北的东南西北 军有剿匪部队 张世光真是打错了算盘 看错了天哪 首长 秦郎大队制定了一个针对性 作战方案 说 守秀林而不占于秀林 你的意思是 拒敌于城外 出其不义对吗 首长您的判断很准确 这样 既可以使秀林城和百姓 免遭袭扰 又可以利用地形对行径之体 形成压倒之势 这叫收半渡劫机之功 对 根据木兰同志建议 同时阳攻燕之寨 主公拿下 与燕之寨成计较之势的皇村 因为张世光转移的军火 大部分都在皇村 控制了军火库 张世光就没活了 再去收拾燕之寨就简单了 这样正阳 我呢派一个营增援你 现在皇一飞还在燕之寨 这个孙猴子一定不会让张世光安生 他已经在做马天和的工作 我估计马天和很有可能拉着队伍来投城 也有可能在燕之寨就倒戈张世光 周正阳 我准备着为你们庆功 是 怎么还没有到位 各路都遭遇共军节机 所以静静缓慢 您别着急 催呀 是 你们都出去 西北军区的共军已经有动作 台湾方面催促我们立即行动 让他们不得安宁 说话像是唱戏 我这么多军火打还不容易吗 问题是打完这场仗 哪里是我的归途 尚风有命令 化正为零 继续留在秀林游击 游击游击 我这么多人要吃要喝 我的补给从哪里来 等大军压境 我们可以先撤出秀林 保存实力 你的意思是 我上次去找马天和顺便探了个路 靠近边境设防上有盲区 我们可以保持与他的联合 撤到边境上去 摆脱了当前的被动 等待台湾大动作 对 我就是这个意思 张总司令 张总司令 不好了 马天和跟黄一飞跑了 你是不是动手了 不是 你让我 你这个上门星 张总司令 你跟我说话客气一点行吗 我现在是团父 我也带着队伍呢 那可是马天和的人 你以为谁都能指挥得了吗 我千里迢迢把他们请过来 你 真是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 张总司令 你看这样行不行 既然他们不听我的话 但只要除掉了马天和 以你张总司令的身份 还怕他们遭了烦吗 马天和肯定是不能留的 那也得等打完这场仗再说 万一他们现在要是反戈一击 我们就得全军覆没 那也不一定 星宇 星宇不好了 马天和的手下要闹事 还真造了反乱 老哥把老腿了 全靠你了 要是放在打鬼子那个年约 早就把他们连窝都端了 叔叔 你的人在哪里 我 我这就去找 等等 马天心既然明目张胆地 跟你动手 他肯定对你的队伍下手了 再说咱们现在还出不去 我的人跟了老子几十年了 他们要是轻易投了别人的话 我马天和还在这混什么呀 行了 这地方我守 你跟我来 夫人 到处都搜过了 没找到 继续找 是 快什么 快什么 好 叔叔 你知道张时光的军火库吗 你要干什么 你知道 并且了解里面存了多少东西 你就是冲着这个军火库来的 叔叔 我们现在已经解放了全中国 谁想顽抗 那就是死路一条 小子 给我闭嘴 叔叔 就冲着扶盟这层关系 我真心希望你带着队伍来投赏 谢将归天 安度万年 老子人多 抢了他的军火 我还回边境过我的太平日子 这个人十分狡猾 我不能让他影响了我们的反攻救国事业 金老师 张总司令来得正好 马爷现在在哪里 因为他是共产党 他直接带我去看军火 我想 他这里边应该有阴谋啊 对 具体的军火 导致